新北市一名18岁叶姓高职男学生,今天下午四时许,下课后行走在新殿区保墙路上准备返家时,突然遭到两辆汽车拦下,车上冲下四名民众手持西瓜刀,折叠刀及棍棒追他追砍,叶生在逃追跑中跌倒造成身体多处擦措伤,右手掌遭划6公分撕裂伤,附近民众发现后急忙报案,将叶生送医后并无大碍, 警方已逮捕四名嫌犯到案侦办,嫌犯公称因高职升欠6万元不海,才动手伤人,警方调查,巡逻警力或报抵达现场后未发现打架情势,现场有发现一把一行凶的折叠刀,附近巷隆内也发现一把开山刀及没有刀柄的细长刀,已带回化验离青,嫌犯在航凶已开车逃逸,警方已扩大条约监视其过滤歹徒身份中, 刑犯逃逸五小时后,警方在今天晚间九十许,陆续带回四名涉案嫌犯张17岁,谢南17岁,红南23岁和宗南23岁,谢信主贤到案后公称,因被害人借款6万元不海,才会下手伤人,警方训后已刑法伤害,设为聚众斗殴,无故膝盖刀屑,少年事件处理法侦办,突发中心李俊奇,新北报道苹果日报表示, 本则影片或照片是投诉人独家提供苹果日报,若其他媒体为取得授权进行翻射,便为著名出处,苹果必诉诸法律,依保障权益,苹果日报欢迎读者加入监督社会,向苹果独家提供照片,影片,新采用可获奖金,照片1000,影片2000元,请参考活动网址, http冒号双斜杠-www.appledaly.com.tw-complainevent斜杠发稿时间18点53分更新时间21点46分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便看了, 独家墾丁烧烤店绝版高粱四杯2000四路客前代不够控炸七城大开刀防杀人案被害人打破沉默控胸闲上班追剧摆烂男大声便装前女舍偷拍被教官制服扭送警局现场有低落的血迹, 投诉民众提供附近巷弄内令也发现开山刀及没有刀柄的细长刀,翻射画面事故现场发现一把折叠刀,翻射画面歹徒持刀追砍被害人,翻射画面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不注册会后悔,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tw.adai.ly-ml924upcsu 关键自新店高值砍商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